第31集 流浪的公子 由于日夜不停地赶路,还没走出送果,墨子的草鞋已经被磨破三爽了。 第一次出门的我更严重,右脚被磨破,又肿又疼,我就像单腿袋鼠一样一蹦一蹦地前行。 照这速度,等我们到达楚国,储君恐怕早就攻下宋国了。 别想太多,当务之急是治疗你的脚伤。 可走了半天的路,我们还没见一个村庄,更没地方找大夫。 墨子只好把我留在一棵大树下休息,自己跑到附近的山上,给我采一些草药,涂到伤口上。 又从自己衣服上撕下一块布,把我的右脚包上。 脚的问题勉强解决了,肚子的问题又来了。 我们买的粮食已经吃完了,在这前不招村后不招店的地方,我们到哪儿去找吃的呀? 正当我们发愁的时候,一个骑马路过的好心人帮了我们,他大方地拿出蒸饼和烤肉送给我们。 望着这个白净的年轻人,墨子突然惊奇地瞪大了眼睛,见多识广的他认出了对方,他竟然是晋国太子柳。 你不好好待在晋国当太子,一个人跑到外面干什么呀? 我,我是逃出来的。 因为此时的晋国早已名存实亡,晋国的三大家族,韩氏、赵氏、魏氏已经牢牢控制了晋国的政权,正准备瓜分晋国。 公子柳不甘心,却又无可奈何只好一个人出来流浪。 不过,历史上这个好心的太子后来还是回到了晋国,成为后来的晋幽宫,最终被杀,以悲剧收场。 小贴士 同叶封地 西周初年,年少的周成王与弟弟舒秋一起玩耍的时候,将一片铜叶送给弟弟,说 这是我送给你的,我要封你到唐国去做诸侯。 君无戏言,舒秋于是被封为唐国的诸侯,史称唐舒秋,因为唐国境内有晋水,后来改称晋。